哎呀我的天哪 四五个平方的这种 几乎都要十五六万一年 位置差一点的 也要十四五万 位置好一点的要二十三十 甚至更多也都有 而且每一家几乎都有转让费 便宜的五六万 贵一点的十几万二十万 都是很常见的 这个好像是 滤雪冰城其他的一个咖啡品牌 不到十点就关门了 这边店也几乎都没人 我们在这边找了几家转让的店 问了一下 反正出不预算的话 开开起来的话 最起码最起码位置不是很好的地方 也要最少最少要十七八万 所以这边给他的建议就是 先不要不要做 再等等再看看再找找 因为挣钱真的很慢很慢 但是亏钱可以很快很快 我宁愿不赚他这一万多的加盟费 我也不愿意严真正的看着他 往火坑里面跳 中国工人的工资 十年内都曾未涨过 看最近富士康被查以后 他们各地区的工厂都开始反击 执行五天八小时 周末双新这个工作制度 严格服从劳动法 这就是赤裸裸的暴露了 咱们工人的工资真实水平 如果全国的工厂都照此执行的话 那么进场打工 一个月发到卡里的工资 大概就是两千块钱左右 对一个身处异乡 打工谋生的人 甚至要养家还房贷的打工人 即将面对的是更大的生存压力 也希望我们制造业所有的工厂 如果五天八小时 周末双新 这种制度真的到来 能够提升一下工人的工资水平 让打工人至少能够维持生活 这里是广西南宁停举旅游码头 看一下我在网上刷到 好多商家已经撤离这里了 生意难做 太远了 看路口这里就空了五六家 已经搬离了 在跟时间点 打不上边了吧 这里有一家 有些他不是结在热说活动了 这样他都不选择不开 又空一家 这家也空 你看这排也不开了 难哦 对面这里也是一排过去 这里也空了好多 难哦 这边也是五家 撤了 那这边也是三四家 撤了 那这里有三四家 难道 可能现在怎么说呢 做生意太远了 意识哪里都有啊 最近呢 打包搬家的外资企业呢 越来越多 台湾企业呢 也在其列 这台湾的一家企业 叫做昌硕集团的企业呢 也搬家了 这个昌硕呢 有小富士康之称 这个名字呢 可能大家好像不太熟悉 估计呢 上海人很多的都了解 他呢 在上海呢 都是屈指可数的 这个大型的厂子 拥有员工呢 有十万之重 占上海GDP的10% 每年呢 在上海的GDP中呢 有10% 是这个昌硕呢 贡献出来 这回呢 昌硕呢 整体呢 搬迁了 在三个月前呢 昌硕的这个开工率呢 就非常非常不足 未来这个昌硕 填的留下的空子呢 谁来填 这要打个问问 另外呢 上海的这个特斯拉 千万不能搬 这河南的富士康 也不能搬 这些一般走呢 咱国内的这个就业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 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 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订阅 为什么在西安找工作 那么难找 今年的西安 已经不是原来的西安了 疫情后 有一大批人来西安找工作 西安作为西北的中心城市 吸引了包括山西甘肃 内蒙古的一些人过来 比往年都要多 功大于求 所以导致现在工作也不好找 而且西安的高校众多 大学生比比皆是 可是他的体量 又容不下这么多大学生 所以为了留下来 越来越卷 工资也低得离谱 有些人甚至付费上班 但是房租一点没讲 真的太难了 西安作为旅游城市 他的物价已经和北京 深圳 上海的物价齐平了 加上工作 专业内卷 工作就是生活 真的卷不动了 以前你勤奋好学 可能会有所晋升 可如今你没有点工作经验 公司大门你都进不去 感慨一下人生 来西安真的为了每天的生活吗 作为00后景观设计专业毕业生 出来真的很难找工作 难不成高中毕业做客服 大学毕业也做客服吗 那大学四年学了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很想问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我们明明是按社会给我们的路线走到的今天 我虽然天赋不高 但是也没有偷懒 可是出来之后就是找不到好的工作呢 我也经常反省自己 是不是自身能力不足 大学里的自信在职场上一文不值 每天上班我从没想过偷懒 可又为什么因为自己愿意干 老板反而会肆无忌惮地吩咐你干活呢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的财政压力日益增大 一代处罚罚款来补充财政收入的现象日益明显 罚款的理由也变得越来越离奇 甚至在首都北京 也出现了因为卖豆腐脑被罚收2.2万的包子部的新闻 引发了广大网友的感慨 经济已经走到了镜头 近期 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上公开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份决定书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决定书内容显示 一家位于北京的包子部 在2022年4月23日至2023年7月27日期间 通过美团外卖平台销售了1169份豆腐脑 总销售为7014元 因为这个行为超出了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20类食物 包子部被罚款15000元 并且没收了非法收入7014元 这个事件被曝光之后 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反响 许多人留言表示 其实真的有违法行为 一开始就罚收2万多 无意于杀鸡取卵 有人愤怒地表示 老百姓怎么生活 而更多的网友对包子部卖豆腐脑超出经营范围提出质疑 有人表示 第一次听说 原来包子是冷食 还有网友讽刺到 以后面馆只能卖面 要喝粥只能去粥铺 而且粥铺不能有菜 要吃咸菜就去旁边中餐馆单独买 中餐馆只能吃饭 要喝酒去酒楼喝两口 再回来吃菜 在海外平台上 唯有的评论更加直接 政府缺钱支付工资 到处开罚单 他们本可以直接抢的 但是还是开了张行政处罚令 这让人感动 这样大家只能关门大吉了 真的没钱发奖金了 现在还能抢到一点 再过一段时间 抢光了就没得抢了 徒弟财政无以为继 只靠税收收入难以为之庞大的公职人员开支 只能下放权力让基层自己想办法创收 各种名义的科研杂碎只会越来越多 直到小商店小餐馆也被罚得无法经营 再发起社会主义改造 在此之前 上海等地的许多餐馆 因为出售派黄瓜被罚巨款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餐馆经营许可吃鞋名乐菜 而派黄瓜是凉菜 现在原首都北京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罚单 失望又对中国经济更加失望 重点是这是北京的罚单 北京都开始抢钱了 经济彻底凉凉了 另外 对于北京政府承诺提供更多资源 以维持中国岌岌可危的经济的信任 外资投资者已经有所动有 加快了对中国股市的卖出步伐 今年以来 已经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外资撤出中国股市 导致全球投资者卖出了超过250亿美元的股票 近期的大规模卖出行为 导致海外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总进进入量 有望降至至2015年或港通计划 十四以来的最低点 交易商和分析师认为 这与中国的刺激政策效果不张有关 时全球机构投资者推迟购入中国股票 今年1月 全球投资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投资2023年的中国股票 然而 在过去几个月中 受到对中国房地产业流动性危机的担忧 以及经济增长数据令人失望的双重影响 外国基金大举卖出 根据金融时报引用的 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的数据 今年中国股市的外资净流入已经略减77% 至547亿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 中国为了应对外资投资热情降温的问题 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在10月份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 中央汇金投资公司 增购了中国大型银行股份 并承诺会继续增识 同时也强化了对卖空的规范 试图阻止市场进一步下滑 然而 这些举措并未能够有效激励市场气氛 彭博社认为 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只能短暂舒缓 主要股市指标的压力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